所以要來看就是當早就已經總会 有這娘的案件 上班的檢查看上去檢查 發現說在裡面有涼氣的設備 原本說這純主早就知道要招數 年齡 問過後 讓鑽主以六萬塊九倍 這次招數年齡 以法讓人暗陸死 在後來引起政機 不過有學者認為說 到我年齡的團煉 變得這麼多是知識消費 所以你媽媽多少錢 送這些鎖 師傅 我回來了 原生 你就是不要回答任何的問題 它是涉嫌早輸到有名的娘 這隻鎖子的鎖長 上禮拜日 檢查冠 上傳檢查之後 鎖長也向以上地減速來盡順 發現鎖長裡面有新增的冷氣 會陪鎖鎖長早就知道 這隻鎖長今年四月 也讓鎖長早輸粉 檢查過認定 尊重適閒到動物 傳染病的放棄掉 還有早輸頂頂的罪減 讓他六萬塊九倍 不過要讓鎖長 鎖長也陰棄到前輪 政府也說要收法 不過學者認為 沒有經過學科 定屬入境的動物 都有團量的風險 除了可能有狂犬病 新冠肺炎也能夠傳播 及其健庫小戶也做法 這應該要立即復殺 我覺得的話 這些貓在進來的時候 牠有可能傳染這個狂犬病 還有可能傳染其他貓的疾病 COVID-19的一個病毒 也可以感染貓 所以牠也有機會傳染 這個所謂亂肺炎 這種病 臺灣動物經濟區文 小座標時 先進國家 對著招數動物 做法也是一樣剖殺 只是以林德的列強 希望政府有其他的方式 不過也有負責在面前來發問 任為政府要收拐 不應該開放到林雍招數的 鳥仔到九了 因為這些源頭都不知道 哪裡回來 如果要收拐開放 臺灣的變成是會苦 如果真的要收 應該是要嚴格來出發 這招數的人 記者 王劉天丹 憲坤 教養報道